欢迎回来看国际消息 过去的几年缅甸罗兴亚人 投奔陆海的人道危机时有所闻 全球疫情大流行更是凸显了难民的难处 近来就有一艘载油90人的难民船 在长达4个月的海上漂流后 登陆印尼的亚齐省 只可惜船上已经有8个人死亡 剩下的难民全都衣衫褛褛 机场陆路 目前被印尼政府安置在外海 伊达曼岛 这艘船是在2月11号 从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出发 船上90名罗兴亚难民 一心想逃离难民营 于是扶老携卷银而走险 原定目标是印度 不过抵达印度外海时 却被当地海防队驱赶 只是提供食物饮水后 就强迫他们离开 难民船改变主意 决定到大洋彼岸的马来西亚 不过一波大浪打坏了船只引擎 他们只好随波阻流 被洋流冲到了印尼外海 那名船在显像环升的印度洋漂流113天 激寒交迫下 有8个人在航行途中死亡 抵达印尼小岛后 只剩下81人苟延残喘 当地居民心生不忍 为难民提供食物和水 不过他们反对 罗兴亚难民永久留在小岛上 受人接济 罗兴亚难民危机可以追溯到2017年 原本居住在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 遭缅甸军方大规模攻击杀害 导致超过百万罗兴亚人 逃亡到邻国孟加拉 罗兴亚人在孟加拉的日子没有好转 部分人只能够把命运交给人蛇集团 交付血汗前后 坐上破旧不堪的难民船 到其他国家寻找生计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